她的通告有緣戲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去 這家是很機車的人 不要的他都要 不要的他更要 我會救兒子 妳媽媽不會救妳弟弟 也不會救妳 因為她最愛的是 母女 那母女有一個狀況 她會變成怎麼樣 知根知底 兩人屁股幾根毛都清楚 對 我要先講一下媽媽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 我媽在這個演藝圈 雖然她近來沒有很多年 可是她都是把自己當作 就是一個最有潛力的新人 然後她每年都會勉勵自己 就是她會 她會在家裡的那個月曆上面 然後就會寫說 布蘭妮 大紅大紫 然後今年還加 更上一層的東西 然後就 很積極耶 都會勉勵自己這樣 然後就是 只要只要 就是媽媽其實這種 上進心是很好的嘛對不對 可是呢 她只要每次要來錄影的時候 不管製作單位問她任何問題 就算沒有 她都會說謊說 有 她就會 為了要得到那個通告呢 她就會變故事 然後呢 編故事就算囉 她 編完 她會 忘記 她會 她會 編完 她是怎麼辦 因為她記憶力不好 然後呢 她就會跟之後 她忍的時候 她當下把自己逼出一個故事 完了之後呢 她坐上這個台子上的時候 她會忘記了 她忘記了 然後她之後待會就看 就會舉那個白板嘛 說不然妳 妳要講妳的故事 她就會 這是什麼意思 對 她就會左右看 然後呢 就會跟我求救 可是因為她已經太多次 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 而且常常就是連我 像我是她女兒嘛 對 但是連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然後我經紀人打算就 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思佳生病了 妳要關心她 我媽第一句話說 她生病了 那她的通告有音訊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訊息 好 可以 什麼 妳怎麼會這樣 什麼意思 真的 真的就是 我媽是真心的 因為她只擔心那個通告 誰要去頂替 然後 所以我要問的是 媽媽 妳為什麼要把我當 因為那麼想學到我 我告訴妳 妳在說謊 妳在說謊 直接跳 妳說我說謊就說謊 沒有猶豫 因為人家是很機車的人 好 然後我只要節目部的人 跟我隨稿之後 她一定還會再問人家 我媽說了什麼 然後我說了之後 她就會打電話來 妳又要說 妳形象好就好嗎 我形象不好 然後她就會罵我 然後我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什麼話可以講 什麼話不能講 所以這與我無關 我覺得就是說 妳不要限制我 我可以自由發揮 對啊 妳認為說她是會擔心 妳比她紅 我覺得是啊 我覺得是啊 她有時候說我太離題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 因為我們要有道德心 你領了人家通告費 你這樣講實話 我覺得 雖然妳應該說的是那個實話 人家說那個天下無不是的那個 父母 其實父母對小孩子都是很好的 虎毒不獅子 你們之間其實是產生那種 我們常常有時候打那個 離婚官司也是這樣 那個真的 你們的關係很像 那個老公老婆 這個房子你要 我也要 蔡律師 你這個言過其始 那個是母女 媽媽都是她 怎麼可能母女之間 還互相有官司 告來告去 那不可能 你把我打死 在這裡我都不敢想笑 但是他們打官司 怎麼可能 他們兩個現在在 他們兩個現在在競爭 我就有官司了 在競爭 喂 其實 你跟妳媽有官司 她又離題了 我最主要是要教那個 太故意了 我最主要是要教那個 太故意了 你知道嗎 打官司不重要 就是你知道嗎 妳現在在跟媽媽競爭 所以像那個通告以後 妳要跟布蘭妮講說 那個通告我不要 然後不然妳就會說 妳不要 我也不要 妳就可以去了 沒有 我不要的他都要 我不要的他更要 那妳就超越我的程度了這樣 對 嘿啊 這個等於是中年轉行 這個很好的一件事嘛 大哥 這個是有一點 日暮昔山的感覺 對 又是日暮昔山 對 垂垂老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她剛剛說的 是她的心裡話 但不是實話 怎麼說 她是從心裡面真的這樣想 因為她是自我催眠 她說我是超級巨星 我比我女兒幫太多了 如果我女兒那麼紅 我一定紅她好多 很好啊 所以她女兒在替她早想的時候 她都覺得她女兒是要打壓她 對 她女兒要告訴她 像她剛剛講一句話就說 她說人家給了通告費 怎麼可以不說實話 給了通告費就要說實話嗎 這裡沒有一個在哪錢的 對 真的 怎麼言過其實 沒有 我都說實話 我都說實話 OK啊 所以這在我們眼裡 她是很敬業的 她沒有人可以犧牲 她要犧牲的就是施迦 對 所以施迦會覺得我被犧牲掉 你每次破壞我的形象 我形象已經夠差了 你才破壞 也沒有 對 反正不會 我們覺得形象很好 媽媽這個能言 感言 這個就讓我們很喜歡 嘉義大宇和媽媽 不過講真心話 確實有幾次 OK啦 而且媽媽來效果很好 媽媽效果比你好太多 哇 事實話 原本沒事的 被你弄到都有事了 你真的不要叫東照伯 你真的差一件 老伯伯 你還有什麼要發問 我們真的上個月 一個月沒講話 真的啊 不好啊 那接下來可能是一年不講話 沒有講話 沒有講話就是最好的溝通 沒有啦 其實媽媽每次去工作 我也很開心 因為家裡的也可以解脫 因為她離開家裡 然後我還有第二題想問 因為其實 我媽是一個很偏心的人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是老大 然後還有一個妹妹 弟弟是最小 所以媽媽其實從小最疼弟弟 就弟弟什麼都好 什麼都棒 弟弟怎麼樣就最厲害這樣 然後身為老大的 我就會比較可憐 譬如說媽媽在家裡面 切了一盤水果 如果是要給我吃的話 她就會往中一丟 欸 那個 水果好了 要吃 自己出來吃 然後如果我晚了一下在房間 是沒有要吃是不是 是要我拿到房間裡面 去請你吃是不是 就想說 好像後母 但弟弟就不一樣了 切好 整理好衣容 開弟弟房門說 寶貝吃水果了 就想說 怎麼這麼噁心就算了 對不對 但我弟還不領情 因為我弟那一陣子很迷那種 輕功劇 就是 就是那種宮廷劇 弟弟還迷輕功劇 對 地史劇 對 把房門一打開嘛 說弟弟啊 吃水果了 我弟就說 大膽 刁木 蛤 喂 大膽 那有種啊 正沒有宣理 你敢進正的請宮 哇 可惡啊 我只想說一句話 好不好 真的 謝謝憲哥幫我揭發 憲人就是絞情 我揭發你 律師 律師 那個怎麼辦 律師 我終於知道我今天來的目的 是怎麼辦 我只能接一邊 那邊 沒有關係 所以我常常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像親生 或者是我媽 對我的愛可能 也只有十分之一 但我還是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相信 我從早到早 也是他逼出來的 對 所以呢 蘋果 對啊 確實啊 怎麼這麼好笑的 怎麼這麼好笑呢 你從頭到尾都是他逼出來的 沒錯 沒錯 所以我想問 如果我跟弟弟 你最愛的寶貝兒子 有一天如果我們兩個同時 掉到水裡 都快不行了 oh that's good 所以你要先救誰 哇 我誰都不會救 因為我也不會游泳 我下去會方歸於盡 所以你要救的是誰 據實以答 我是救兒子 好可憐 應該沒意外 他也完全沒有說謊 而且完全沒有猶豫 完全沒有猶豫 他也不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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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因為他老公對他很好 他老公絕對不會讓他 掉肉水裡的 而且媽媽將來年脈之後 靠的是兒子 而不會是 你這個女兒 對啊 因為女兒就像是 撥出去的水 我才有 憲哥 我媽現在都是我在照顧他 我弟交了女朋友之後 都沒正眼看過我媽 什麼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你媽媽不會救你 弟弟也不會救你 因為他最愛的是 對 他會在那邊喊 有沒有攝影機 有沒有攝影機 我小孩掉海裡的拍一下 就是自己 對 也OK啦 你把自己照顧自己 就是對孩子好 對 不要讓他們擔心 剛剛憲哥說 他們不會打官司 我就舉了那個夫妻離婚的例子 有沒有 現在思嘉問的那個 通常都是那個 太太問那個老公 如果今天是我跟媽媽掉下水裡 你會救誰 結果你們竟然問出這種問題 你們到底是那個 母女還是夫妻 我覺得我可能 生他的時候 可能報錯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個性跟我們家那兩個 另外的弟弟妹妹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報錯機率有可能 對 要不然就是可能是一種叫做 醫學上 我們也有醫學講嗎 應該叫做 殘留 殘留 過去是 殘留 有時候叫 隔壁遺傳 對 老王遺傳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告訴你 其實也不是我偏心 你要看弟弟在房間幹什麼 他在房間裡化妝 整體東西 弟弟是在讀書 那你讀書 你當然要東西給他吃 他好好在讀書 你兒子天天在講 我弟弟每天玩線上遊戲 玩到我媽有一天把門踢開 然後跟他說 你明天就去錯學 不然就給我去混大的 我媽媽買一把槍給你 噢 噢 噢 這什麼媽媽 我媽是這種角色 這麼黑喔 沒有 我覺得你要嘛 你就混大一點 對 你就好好給我讀書 那你可以叫他去玩電競啊 對不對 電競他又沒辦法 他又沒時間 他很不會玩啊 沒有的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想說 他心裡是不覺得 我是不是他老婆 還是他喜歡老婆 對 對 兒子是書讀得好嗎 書讀得很好 我兒子現在是律師 有個職業 律師啊 律師沒幾個好東西啦 對 對 喂 冷靜排律師的那邊 講到沒有 對不起 你講到 講太快了 忘了 剛剛律師講到那個 就是說 老婆問你說 我跟媽媽調水裡去 你要救哪一個 這種問題 我想了 40年 終於想出標準答案 有答案了 對 有嗎 你就跟老婆說 我問過媽媽了 她叫我先救妳 唉唷 這樣子 不但她高興 媽媽也高興 她還會感謝媽媽 還不是感謝妳 好會做人 問過媽媽 媽媽叫我先救妳 對啊 媽媽是不會問這樣 有問題 有道理喔 對啊 同時也幫媽媽加分 真的耶 對啊 所以說有時候我覺得思佳就是說 我像她 往東她偏往西 她就是 所以我打從心裡 很多年來一直想要問 妳到底 有沒有我這個嗎 好重喔 這問題嚴重啦 問題怎麼這麼嚴重啊 你們好走心喔 不會吧 我沒有覺得妳是累贅 妳敢說謊 沒有 因為如果妳要問這題 妳要把全家都要叫來喔 因為這 就是其實我是心疼媽媽 白光臨 其實因為其實我覺得媽媽 妳有點信心妳 想說好 其實我覺得媽媽她 為了要讓大家覺得很開心 她常常就是會 不管是像我 像我剛剛講的什麼編故事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我沒有覺得她是累贅 但我覺得她有的時候 會給我很大的壓力 壓力 她問的是妳到底心裡有沒有她 妳不要顧左右而已 妳講沒關係的話 講得越多 就表示越有說法的可能 沒有沒有就是 她講的這個話太重 其實我沒有看不起來 但我的確有的時候覺得 她有點煩 是真的 是因為 我只要跟她一起錄影的時候 旁邊就像有一個未爆彈 因為我無法控制她 然後我跟她講好 要跟她講什麼東西 她都沒有在聽 所以我每次要跟她錄影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就會覺得她等一下又不會 會講出什麼東西 可是我又不能拆穿她 因為有時候你不能拆她台 我拆她台的時候她回家 她會生氣 我想這個我可以給妳答案 憲哥的經驗是 這一方面比較充足 錄影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她是妳媽媽 錄影的時候 妳要把她當作妳的同事 她叫做 布蘭妮 要怎樣 對不對 對 所以妳看妳就不會 妳怎麼這樣影響一下 關妳屁事 人家她是 布蘭妮 要怎樣 在工作 對不對 自己錄影 不要一直錄影 不要一直錄影 一直在斷錄影 麻煩妳不要繞來繞去 就給我們一個答案 到底妳心裡面是不是根本沒有 妳根本就是 看不起妳媽媽布蘭妮 妳跳到很上面 好 好 馬雲講過一句話 今天妳看不起我 明天我 妳們要補她 妳要幹嘛 妳是天后未來是不是 對 她已經不來為人機了 事業走下坡 她說我是太後 回後的後她 還有 我要問 她一定跟她老公 講我什麼壞話 我覺得我現在看到她老公 她老公看我的眼神 跟妳講不大 應該有 這不會要說她們 沒有 不要說她們 有沒有跟妳講 沒有 如果我媽要問這一題的話 那我覺得 那我就在這邊 妳的確有讓我老公不開心 但是是妳 真的 怎麼樣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她常常講好的事情 她會在下一秒鐘改變 那一天我們大家約吃飯 她突然間 就不來了 全部人都到了 連我公公婆婆都來了 她大小姐心情不好說 我不去了 那我老公就覺得 我爸媽都來了 妳怎麼沒有來 然後我還在跟我媽傳簡訊說 妳要來 妳要來 她說 妳要不是我嗎 妳叫我去 我就要去 我越叫她來 她越不來 然後老公 心裡面就有了這個心結 她覺得我媽媽 沒有把她的爸爸媽媽 放在眼裡 那這個我一定要 我真的沒有說謊 我告訴妳 這個節目 全世界都看得到 我告訴妳 我知道妳婆婆也會對我 跟我說 她公婆要來 叫我去訂一間日本料理 那我訂了 我實情也挪出來了 好不容易我去買了一大堆禮物 結果那一天 他們 他們 你們改了地點 不是 我跟你說 你讓我講完 一個一個 你們改變地點 是 你老子 就是我老公老王 還有我兒子 也沒有告訴我 是老王 對 隔壁的老王 也沒有告訴我 結果那天打扮得很漂亮 高跟鞋長很高 提了一大堆東西 我就 因為離我們家也 說遠不遠 說近也不近 那我就提了 有一段路 有一段路我就提了大包小包 很誠心誠意 結果到了那一邊 換地點沒跟你講 沒跟我講 全部人都到第二個地點 那我就很生氣 我又攔了一部計程車回去 因為我走了一身汗 我心想 我進去洗個澡 等我高興 我洗乾淨 我再去 對 因為我已經一身汗了 很臭了 我非常的生氣 都沒有人理我 後來我哪知道 這個王小姐 她打了六通電話 老王她女兒 老王的女兒 對 她打了六通電話 我在洗澡 我怎麼可能接電話呢 對 她就認為說這六通電話 是我故意不接的 即使很抱歉 我沒有接電話 我敢做敢當的人 我當我出來的時候 她小姐說 妳要不要來 妳幫我婆婆換來 放心裡 對 她說妳怎麼那麼任性 我哪有任性 你們沒有看到 我剛剛很狼狽的樣子 我提了大包小包 買了很貴重的東西 結果你們都放我的 這一段話給妳大加分 而且一句謊言都沒有 沒有 我跟妳說 憲哥 不是這樣 沒有 我建議兩位 還是必須兩趟 你讓我講清楚 先把DNA驗出來 對 媽媽剛剛講的改地點 其實那天真正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原本的確要吃一家日本料理 但是 我媽就在電話裡面生氣 她就說 我不想吃那一家 為什麼要去吃那一家 好 她不高興了 那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暫定這一家 她就說好吧 但她有點勉強 最後呢 我們在三天前決定 改到後來去的那一家 其實大家都是知道 喔 錯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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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 全部人都到的時候 我也問我弟弟 我說媽媽呢 為什麼她還沒有來 她說 媽媽還在家裡 所以我媽知道 他們要去哪 大家都知道 可是她那時候 她有點情緒 因為她覺得 因為她覺得這一切很混亂 她忘記 然後自己 對 然後呢 她有情緒之後 我又一直催她說 你趕快… 她就覺得 那妳可能當下口氣也沒有很好 對 我的口氣也很急 因為全部人都到 就她沒到 我老公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那我公婆就也看著我 然後那我就說 你等一下她應該馬上就來 我就立馬再傳簡訊 第一個電話沒接 我也很難做人 手機簡訊又沒有回 等她回我的時候 她也一把火 她在 喜香香 對 你再打電話給她 她會哭哭饅頭 對 對不對 我要講一下 律師 律師說 杜蘭妮跟那個施迦 已經是 類似我們辦案那個 被突破心防以後有沒有 就是你們兩個現在都沒有說謊 整組都說出來 共犯結構 共犯結構 他們兩個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不是講給對方聽而已 她在得到別人的認同 對對對 就是你不會去說謊 希望得到別人認同 沒有啊 我跟你說 你們兩個問題還滿嚴重的 其實你們兩個講的都是真的 合理啊 可是你們之前有很深的那個 誤解怎麼樣 解不開喔 要靠你們自己知道嗎 跑去多溝通 對 所以我們家庭不圓滿 然後不圓融 不會不會 當天會跑錯家 是不是忘記了 我告訴你 我真誠地說 我真的沒有忘記 因為我兒子以為說 我老公有告訴我 可是老王很忙 隔壁的老王沒有告訴我 後來我也跟我兒子對指 我兒子說 蛤 我也以為你知道 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他認為你知道 而事實上你是不知道 沒有 那那一天是他的措辭 說你到底來不來 你把我婆婆放哪裡 你把我公公婆婆 你擺我公公婆婆 你擺我公公婆婆 引導 那我覺得說你這樣講 對我來說 其實是 而且我根本不會 我從頭 如果不願意去 我連餐廳都不會訂 不是 但重點是我覺得 就算不管是走錯 或是大家沒有告訴你 重點是人都到的時候 你至少來不來 你要跟我們講聲 因為你不來 我有不來解套的方式 媽媽怎麼樣 沒有 他都不講他來不來 他們已經一個月沒講話 一個月沒講話 這一個月 今天把所有的話都講完 要補習了 但是他講了一句說 你到底來不來 我跟他說你 他還沒有讓我講完的時候 他就一直 打了一大堆 我覺得很煩 我就跟他說 你能不能聽我說 他就點 點 我就不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當然很生氣 那叫無言 無言出題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要聽我把話講清楚 對不對 我不是那麼沒有禮貌的 而且我已經準備了 一個多禮拜的禮物到處去買 那你竟然用這種態度來講 然後你應該要當我跟你婆婆 媽媽有委屈 對 你跟你公公婆婆的橋樑 而不是這樣 他就一直啪啪啪啪 一直打 然後我相信他那個臉色 他眼睛那麼大 他一定現場是這樣 沒有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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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很熟悉的 那個電話這麼大 他很熟悉的 打到這裡 而且他還要翻白眼 而且他還要翻白眼 他還要翻白眼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好像喔 好像喔 難怪你老公會說我壞話 對 不然你 這樣 請